俄罗斯公布影片显示乌东地区有俄军投降 却遭到乌军残忍对待 俄军高举双手走出来 却还是有人开了枪 俄国指控乌军滥杀战俘 乌克兰则变成那些俄军只是诈降 所以乌军的行为是出于自卫 乌国当局还指出在新收复的赫尔松市 找到四个俄军虐求的关押基地 俄军持续炮轰乌克兰 但有赫尔松的民众 依旧坚守没水没电的家园 俄军撤出赫尔松固守河流东岸 但在战场上并未因此扭转乌军优势 让主张撤离的末日将军苏洛维京 在俄国内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压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通过话 讨论核电厂跟欧洲的能源安全 他也呼吁北约将俄国认定为恐怖主义国家 俄国大力轰炸破坏乌国的能源设施 邻国摩尔多瓦也受到波及 欧盟各国外长在巴黎开会 宣布提供摩尔多瓦1亿欧元的金援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